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国际事件 土耳其政府声称俄罗斯将释放 《华尔街日报》 记者埃文 隔时科维奇和前海军陆战队员保罗 惠兰 这是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囚犯交换 这次交换涉及美国 俄罗斯 德国等多国 总共交换了至少两大囚犯 包括几名俄罗斯政治异见人士和在西方被拘留的俄罗斯人 这次交换在土耳其安卡拉的一个机场进行 标志着多个国家政府经过数月艰苦谈判的高潮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今天我们将聚焦一场历史性事件 这一事件不仅改变了多国外交关系的走向 还深刻影响了全球政治格局 这就是最近在土耳其安卡拉的一次大规模囚犯交换行动 本文的主要来源是《华盛顿邮报》 悉尼先驱晨报和《卫报》 多个权威消息来源的报道 共同勾勒出这次交换的全貌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这次囚犯交换涉及美国、俄罗斯、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官员 他们在安卡拉的一个机场停机坪上会晤 进行了至少两打人的交换 这次交换的高潮标志着数月 来涉及多国政府最高层的艰苦外交谈判的结束 被释放的人士包括《华尔街日报》的美国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和前海军陆战队袁保罗·惠兰 他们被俄罗斯指控从事间谍活动 但美国政府称这些指控毫无根据 此外还有几名俄罗斯意见人士 他们长期以来呼吁自由和民主或批评俄乌战争 包括普利策奖得主、华盛顿邮报意见栏目撰稿人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 这些囚犯从七个国家的监狱中被释放并由七架飞机运送到土耳其 悉尼先驱晨报的报道则进一步细化了这一交换的具体细节 被转移的囚犯包括十名被送往俄罗斯的囚犯 其中有两名未成年人 十三名被送往德国 三名被送往美国 土耳其国家情报局在这一交换行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调解角色 尽管克里姆林宫和白宫都拒绝对此进行评论 但飞行追踪网站显示 曾用于之前美俄囚犯交换的俄罗政府专机参与了此次行动 《卫报》的报道则揭示了这次交换背后的复杂背景和细节 根据报道 埃文格什科维奇在2023年3月与叶卡捷林保释报道时被捕 上个月因间谍罪被判处16年监禁 他不认罪 《华尔街日报》和美国政府都坚决否认这些指控 称其为无稽之谈 此次交换还包括被拘留在西方的多名俄罗斯间谍和刺客 其中包括在2019年因在伯利谋杀一名车臣流亡者 而被关押在德国监狱的俄国刺客瓦迪姆·克拉西科夫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评论此次交换时表示 希望那些被释放的人能够远离俄罗斯 从这些报道中可以看出 这次囚犯交换不仅涉及复杂的外交博弈 还反映了当前东西方关系的紧张态势 首先 这次交换是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囚犯交换 标志着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 在当前地缘政治环境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土耳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调节者的角色 显示其在国际舞台上的中立和影响力 其次 这次交换中的被释放者身份各异 背景复杂 体现了各国在博弈中的多重考量 美国记者埃文 格什科维奇和前海军陆战队袁保罗·惠兰的释放 不仅是对美国政府的一大胜利 也显示了美国在国际谈判中的坚决立场 另一方面 俄罗斯则成功将包括瓦迪姆 克拉西科夫在内的多名重要人员带回 这无疑是一场政治上的胜利 然而 这次交换也暴露了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首先是对新闻自由和人权的挑战 埃文·格什科维奇的被捕和判刑反映了俄罗斯对新闻自由的压制 而其他被释放的俄罗斯意见人士 则是长期与政府对抗的代表 他们的命运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俄罗斯人权状况的广泛关注 其次 这次交换背后的多国外交谈判 特别是美国 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博弈 显示了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这次交换虽然在短期内缓解了一些紧张 但也可能引发未来更多的冲突和对抗 最后 这次事件也提醒我们 在国际政治中 国家利益和人道主义之间的平衡依旧是一个难题 尽管这次交换 让多名被不公正拘留的人士重获自由 但这些交换背后复杂的政治交易和国家间的权力博弈 依然让人们对未来的国际秩序充满担忧 总的来说 这次囚犯交换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人员交换 而是一场涉及多国政治外交人权和新闻自由的复杂博弈 它不仅深刻影响了当前国际局势 也为未来的国际关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观察视角 我们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继续深入探讨这一事件的各个方面 敬请大家继续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冷战高峰期以来 最大规模的囚犯交换中 美国、俄罗斯、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官员于周四 在土耳其安卡拉的一个机场停机坪上会面 进行了至少两打人的交换 这是土耳其总统府所说的 这标志着数月来涉及多国政府最高层的艰苦外交谈判的高潮 被释放的人包括《华尔街日报》的美国记者 埃文·格什科维奇 他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 但没有任何已知证据 以及前海军陆战队员保罗、惠兰 他因间谍罪被判刑超过五年 美国称这些指控毫无根据 此外还有几名俄罗斯意见人士 他们要求自由和民主或批评乌克兰战争 包括普利策·蒋得主、华盛顿邮报、意见栏目撰稿人 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 这些囚犯是从七个国家的监狱中释放的 美国、德国、波兰、斯洛文尼亚、挪威、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土耳其总统办公室表示 这些囚犯是由七架飞机带到土耳其的 其中两架来自美国 其他分别来自德国、波兰、斯洛文尼亚、挪威和俄罗斯 莫斯科·安卡拉在周四的一次重大东西方囚犯交换中 被囚禁的《华尔街日报》记者艾文·格什科维奇 和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保罗、惠兰 以及来自美国、俄罗斯、德国、波兰、斯洛文尼亚、挪威和白俄罗斯的26名囚犯被释放 土耳其总统府表示 10名囚犯包括2名未成年人被转移到俄罗斯 13名被转移到德国 3名被转移到美国 土耳其情报机构宣布 它正在协调一项广泛的囚犯交换 这显示出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一方与包括美国和德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之间进行了一次重大交换 我们的组织在这次交换行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调解角色 这是最近一段时间内最全面的一次交换 国家情报局MIT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当被问及可能的交换时 克里姆林公和白公都拒绝置评 飞行追踪网站Flightradar24显示 一架曾用于美俄之前囚犯交换的俄罗斯政府专机 从莫斯科飞往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飞地 该地区与波兰和立陶宛接壤 然后返回俄罗斯首都 路透社的镜头显示 一架俄罗斯政府专机停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地面上 惠兰和俄罗斯英国异议人士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 两人都被关押在俄罗斯 据他们的律师称最近几天突然失踪 至少有7名俄罗斯异议人士被意外地从他们的监狱中转移 亚历山大维尼克的律师 一名被关押在美国的俄罗斯人 周三拒绝向国家REI通讯社确认其客户的下落 直到交换完成 REI还报道称 4名被关押在美国的俄罗斯人 从美国联邦监狱局运营的囚犯数据库中消失 他们分别是维尼克、马克希姆、马尔琴科、瓦迪姆、科诺申科 和弗拉第斯拉夫、克柳申 在俄罗斯内部 那些支持者称他们最近几天被突然转移的异议人士 包括反对派政治家伊利亚、亚欣、人权活动家奥列格、奥洛夫和丹尼尔、克里纳里 他们被判定秘密与外国政府合作 在西方 这些异议人士被政府和活动家侍卫被错误拘留的政治犯 由于不同的原因 他们都被莫斯科指定为危险的极端分子 莫斯科表示他想要的人 包括瓦迪姆·克拉西科夫 一名在德国因在百灵公园谋杀一名流亡的车臣 乔治亚异议人士而被判终身监禁的俄罗斯人 斯洛文尼亚法院周三判处两名俄罗斯人因间谍活动和使用假身份而服刑 并表示他们将被驱逐出境 国家新闻社STA报道 斯洛文尼亚电视台称这是更广泛交换的一部分 路透社无法独立确认这一点 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艾文·格什科维奇·艾文·格什科维奇 在一场重大交换中被俄罗斯释放 这次交换还包括释放了其他几名被俄罗斯拘留的外国公民 以及多名俄罗斯政治犯 这次交换于周四下午在安卡拉机场进行 8名在西方被拘留的俄罗斯人返回俄罗斯 其中包括自2019年以来因在柏林谋杀一名车臣流亡者 而被关押在德国监狱的俄罗斯刺客瓦迪姆·克拉西科夫·Vadim Krasikov 此外还交换了在挪威和斯洛文尼亚被捕的深度掩护的俄罗斯非法间谍 以及在美国监狱中因刑事指控被拘留的俄罗斯人 两名未成年人也被送回俄罗斯 据信是被关押在斯洛文尼亚的间谍的孩子 模糊的视频显示一架俄罗斯政府飞机在土耳其首都机场降落进行交换 土耳其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10名囚犯被转移到俄罗斯 其中包括两名未成年人 而13名囚犯被送往德国 3名被送往美国 被俄罗斯释放的人中包括格什科维奇 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保罗 惠兰 Paul Wallen和俄罗斯反对派政治家伊利亚 亚新 埃耶亚沈 土耳其总统府表示 克里姆林公在评论这次囚犯交换时表示 希望那些离开俄罗斯监狱的人 克里姆林公称他们为敌人能够远离俄罗斯 国营塔司社报道 我相信我们所有的敌人都应该留在那里 国外 而所有不是我们敌人的人应该回来 这是我的观点 克里姆林公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 Dmitry Peskov 被俄罗斯新闻机构引述说 可能的交换已经酝酿了数月 涉及多个政府的长时间闭门讨论 只有少数细节泄露到公众领域 直到最后一刻 参与的政府试图保密周四交换的地点和细节 担心最后一刻出现问题 格什科维奇于 2023年3月在叶卡杰林保市报道时被捕 上个月因间谍罪被判处16年监禁 他不认罪 华尔街日报和美国政府都驳斥了这些指控 称其为无稽之谈 许多观察家将格什科维奇最初的逮捕 与俄罗斯的一项政策联系起来 这项政策相当于劫持人质 旨在增加对西方国家释放俄罗斯间谍 黑客和刺客的压力 普京长期以来明确表示 克拉西科夫是他的头号目标 这阻碍了美国释放自己囚犯的努力 因为德国不愿意释放一名 因谋杀最服刑的囚犯来促成美国的交易 据一位了解克里姆林公讨论的消息人士称 普京队释放克拉西科夫变得狂热 这是一个象征 我们不会抛弃我们的人 消息人士说 惠兰于2020年因间谍罪被判处16年监禁 他一直坚称自己无辜 他的家人多年来一直在推动 将他纳入交换 自由欧洲电台 自由电台的俄裔美国记者阿尔苏 库尔玛舍瓦 欧索克尔玛舍瓦也被释放 几名俄罗斯政治犯在交换中被释放 包括亚欣 俄罗斯最著名的反对派领袖之一 他于2022年底 因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罪行 被判处8年半监禁 拥有俄英双重国籍的长期反对派声音 弗拉基米尔卡拉莫尔扎 弗拉基米尔卡拉莫尔扎 也被释放 他因叛国罪被判处25年监禁 德国医生理科克里格 Rico Krieger 在白俄罗斯经过一次闭门和模糊的审判后 因恐怖主义指控被判处死刑 也在这次交易中被释放 白俄罗斯是莫斯科的坚定盟友 可能加快了审判 以提供交易的另一个元素 克里格的案件细节最近才公开 尽管他去年被捕 有人猜测交换协议的轮廓 在2月份已经达成 可能包括格什科维奇 和俄罗斯反对派领袖 阿列克谢 纳瓦尔尼 Alexei Navalny 克拉西科夫 则向另一方向交换 但在纳瓦尔尼在监狱中突然死亡 或被谋杀后 交换被取消 拜登政府将对最终成功释放 格什科维奇感到高兴 格什科维奇的案件 曾威胁成为政治足球 在6月的总统辩论中 唐纳德 特朗普声称 如果他赢得美国大选 他会立即释放这位记者 我会很快把他释放出来 当我上任时 甚至在我上任之前 特朗普说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女士们 先生们 欢迎来到这场大辩论 今天的议题是关于 这次历史性的囚犯交换 我认为这次交换是国际外交的一次巨大胜利 展示了各国政府在困难时期的合作能力 这不仅让被不合理囚禁的人重获自由 也提升了全球对话的可能性 楚天书 你这话说得太过正义凛然了吧 这次交换有如冷战时期的间谍交换重现 根本就是各国在玩人职政治的老把戏 俄罗斯只是在为自己的间谍和罪犯赎身 这是国际政治中的一场大戏 谁又在呼这些人的命运呢 谢琪琪 你这话未免太冷酷了吧 这次交换不仅释放了华尔街日报 记者埃文 格什科维奇 还有很多政治犯 包括普利策奖得主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 这些人为自由和民主付出了巨大代价 被释放回到自由世界 难道不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 楚天书 你这样的理想主义真是让我哭笑不得 你说得这么感人 但别忘了俄罗斯这次也获释了 像瓦迪姆·克拉西科夫这样的杀人犯 他在柏林公园设刹车沉流亡者 你觉得这样的人被释放对世界和平有好处吗 这次交换根本不是什么双赢 而是双方各取所需的权谋计算 谢琪琪 不可否认 这次交换中也有一些让人不安的成分 但这正是国际政治的复杂性 回顾历史 冷战时期的间谍交换也有很多类似情况 但这并未阻止世界走向更加合作和开放的未来 如果我们总是只看到消极面 那么任何外交行动都无法进行 楚天书 你这说的倒挺有道理 但这次交换的结果未必会那么美好 正如你所说 冷战时期的间谍交换 并没能阻止两大阵营的长期对立 这次交换后 谁又能保证不会有更多的埃文 格什科维奇被捕呢 国际政治的底线在哪里 这次交换只是给了大国更多的诱因去抓捕无辜人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